每日100字 歇心 读心 明心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楞言1000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民深润 火光上针 故有水轮寒十方界 火藤水降 浇发力间 湿为巨海 干为周淡 以事异故 比大海中火光长起 比周淡中江河长处 水势烈火 结为高山 事故三十极则成燕 荣则沉水 土势烈水 抽为草木 事故临手 御烧尘土 阴角沉水 交望发生 必相为种 以事因缘 世界相续 萧文 绝名空媚 绝是光明的 虚空是惠媚的 香带成瑶 绝与空混合 久久相对待 动了起来 金轮 金同觉 有一种光明性 而生出的坚硬的性 风金香罗 金生了一种窑洞的境界 就有风出 相互摩擦而有的祸 周淡 陆地 主题 世界相续 生 四大 四居 结成种相续 以上萧文致辞 恭请建徽法师 慈悲开示 初位全球云端共秀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楞言一千日 第一百七十七日 我们要来谈世界 怎么出现 这是傅罗纳问的问题 他问佛陀 所以佛陀针对傅罗纳的问题来详细的回答 那这个问题呢 要从我们本来是不需要有这个状态 这个绝啊 本来无一物 性绝必明 而成为了明绝 这个明绝是妄绝 那妄绝呢 要存在啊 就必须啊 要有一个被明的所 所以因明利所 所济妄力 生辱妄能 所以在能所相对的境界当中呢 就开始有了分别心 怎么分别呢 就是分类 你是我这一国 我跟你不一样 我们是对立的 所以在无同意中 赤然成意 就不同 众生不同 所有的人事实地物 地水火风 全部都不一样 那大家都不一样了之后呢 就又开始有了某一些相同的 所以分区 分国 分类 各式各样的分别 那在这些分别当中啊 我们就要知道 在这些分别当中呢 我们就是从同跟义 开始来很多的分别 那佛陀就讲啊 如是扰乱 而形成了这个世界 什么世界呢 相同的就是虚空 不同的就是世界 世界有种种的差别像 这是世界相续 世界当中也有众生 种种的差别像 所以叫做众生相续 众生跟众生之间缘分都不同 彼此之间有业果纠缠 所以叫做业果相续 那这三种相续呢 就形成这个世界的现象 我们要来谈世界相续 这昨天呢 我们已经看到 这个世界好像从科学的角度啊 它有一个过程 这过程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那我们来看看佛陀 他谈的 佛陀从禅定当中 观察到了整个世界的现象 他怎么升起 他讲 绝明空昧 相待成瑶 故有风伦 直持世界 阴空生瑶 坚明立爱 比金宝者 明觉立坚 故有金伦 保持国土 坚决保存 姚明风出 风筋相磨 故有火光 为变化性 保明生润 火光上真 故有水轮 寒十方界 这是地 水 火 风 的升起 但是它怎么升起的呢 其实源头 就是这四个字 叫做绝明空昧 那刚才呢 解释叫做绝是明 空是昧 是不对的 这个绝啊 在讲的就是前面那个本绝 性绝 结果呢 绝是不需要明的 结果我又加了一个明 这叫做忘明 忘绝 我就变成明绝了 本来没有明绝 这绝不需要明 绝本来就是明 结果自己加了一个明 就变得不明了 不明啊 空 本来是不用特别再去立一个空 结果空中又取一个空 明上又加了一个明 所以这搞得怎么样 现在就变成一个不明的状态 叫做明 那这个不明呢 就会让我们能锁相对 能锁相对 相待 成谣 那彼此之间呢 在这个谣动当中啊 我们想想看 在前面呢 如果我们 在这个世界当中啊 就是相对 相对待 你的心里面呢 本来没事 现在呢 有一个相对待 什么叫相对待 我要分别 同意 同意 谁是我同类 谁是我异类 谁是我喜欢 谁是我不喜欢 这时候呢 你的这个相对待呢 就有一种摇动 就像我们的心 如果想东想西 想东想西 你就会看到这个人呢 他有一个动态 也许是眼珠子动来动去 也许是头动来动去 也许是身体摇来晃去 好 那这个空间呢 如果没有风的流动啊 他其实是 急然不动 但是如果有一个相对待 我们把手掌拿出来 摇一摇 他本来没有风 现在出现了一个风 因摇而成风 所以就出现了风轮 阴空生摇 那这个摇啊 摇来摇去 摇得快摇得慢 他会出现了金 这中间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们来看 绝米阴空妹 相待生摇 这个整个世界啊 到处都是一种流动的现象 叫做风轮 风一吹 本来徐徐的 还蛮舒服的 可是如果呢 风吹得很大呢 就变成台风 变成飓风 本来没有力量的风 会变成立拔山河 可以把人 可以把房子 给卷到天空 所以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那他从哪里来 从相待而来 那这个摇动啊 如果变得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力量呢 他就形成了一种依托 什么叫依托呢 你看整个地球啊 是不是就是在这个世界之上 这整个世界啊 全部都是一个旋转的风的一种状态 就形成了星球的轨迹 乃至于行径的路线 那甚至于我们在讲地球 他也不是静止的 他不断的在动 不断的在转 不只有自转 还有公转 这个转 就是风轮 风轮 这中间呢 不断不断的 快速的旋转 就会把中间的部分啊 形成一种坚实的金宝 坚实的金宝 就是一个矿石 或者是像现在地球的内部啊 它是凝聚成一个形成一个坚硬的存在 坚硬的组合 这叫做金轮 是所谓的地道 好 那这个地球 现在的状态 以我们现在的感受 还有观察到的状态呢 其实的确是有这个陆地 好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剖面图 如果从侧面来看啊 这底下就是一个风轮 风从空中升起 升起了之后 产生一个很大的力量 把地大给拖起来 让它悬浮在虚空当中 好 那接下来呢 风跟金啊 会不会相摩擦 会 这个风金相摩 就是风和地 这个坚硬的部分啊 相摩擦 就中间呢 就产生了火 有了所谓的火大 好 那火藤 水降 湿为巨海 干为洲淡 那这个是后面呢 因为火是会往上 火势是往上的 好 水是会往下的 那这个火呢 那这个火呢 往上的时候啊 它会出现的一个事情 就是火光上针 就会把这个金轮啊 给融化 融化 这火呢 诶 这个温度啊 它把这个金轮 坚硬的部分 给融化 所以呢 在这上面呢 会产生一个水 这水是湿润的 所以我们看到地表 它有水 甚至于呢 如果我们 在高温一点 它就变成水蒸汽 它会往上走 那往上走啊 可是问题是水 是往下流 火是往上走 所以呢 水势是往下 火势是往上 所以叫火藤水降 好 它就会往上往下呢 湿为巨海 干为洲淡 那就会形成什么 形成一个造山的一个运动 好像这个地方呢 是低洼之处 就会形成一个巨海 好 那比较高的地方呢 就是形成陆地 洲淡就是陆地 以势意故 比大海中火光长起 比洲淡中江河长住 水势烈火 结为高山 势故山时 急则沉燕 荣则沉水 土势烈水 抽为草木 势故临手 玉烧沉土 因角沉水 交往发生 地相为种 好 那是以示因缘 世界相续 所以这一段呢 就在讲 这个地水火风 形成了之后 彼此之间呢 会有很多的弹性 什么弹性呢 它会有一些呢 这个交互的作用 地水火风 会有交互的作用 第一呢 就是火藤水降 所以我们会看到 陆地上有巨海 那干的地方是陆地 有粥有淡 那这个水跟火呢 水中有火 火中有水 大海当中呢 也会有火 所以彼此 地水火风 它其实是 一个互相 交融在一起 它不是 这个地方是地 就没有水 这个水 就没有火 火 就没有风 其实都是 这个地水火风 一直变化 火藤水降 在这个世界当中呢 到处都看得到 我们会看到呢 水中有火 那洲中呢 也有水 所以含有水跟火 这两个元素 在里面 那再来呢 如果呢 土氏 这个土 是怎么出现的 火氏 如果是高于水氏 意思就是 这个火啊 比较强 水比较弱 那就会 冲为高山 就所谓的造山运动 我们知道呢 在这个地球上啊 有时候 有一些高山 是因为过去 有火山爆发 这火呢 一冲 把这个地底下的 这个熔岩啊 冲到了 变成高山 所以有时候 在高山当中呢 你会看到地底的足迹 或者是海底的生物 遗迹 那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就讲 所以我们山石 相及 就会有火 或者是融化 就有水 所以保 表示呢 高山当中 含有火 又含有水 好 那再来呢 如果水势 又超过了土 就是地 弱于水 的话呢 就会抽为草木 就是会有这个灵手啊 什么灵手山林 这个山林啊 一烧 它就变成土 山林呢 如果这个树啊 一角 它就会流出水 表示呢 这个树里面呢 就含有土 跟水的这个成分 好 我们看到了 这世界啊 真的是 就如此的交往发生 地乡为重 好 所以我们以上呢 就看到地 水火风的生成 那地水火风当中呢 彼此之间呢 又有交互的作用 叫做交往发生 地乡为重 以事因缘 世界相续 这个世界啊 然后原来是这样子来的 那我们总结一下 一开始呢 本来没有 结果呢 然后有一个忘觉 有一个忘觉之后 就有能 有锁 所以绝明空昧 相待成瑶 因此就产生了一个风轮 风轮呢 又开始啊 一直不断的旋转 所以在它的中心点 就形成了一个坚硬的 金轮 金轮跟风 又相摩擦 所以产生了火轮 火光就现前 那火呢 会把金轮给融化了 火光上征 所以呢 就出现了水 地水火风 这是基本的元素 可是啊 水是往下走 火是往上走 所以呢 火往上 水往下 因此我们会看到 低的地方形成了大海 高的地方 就是陆地 陆地当中呢 又有江河 海底呢 也有火山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现象 那火如果大于水的话呢 就抽为高山 如果水是大于土的话呢 就变成草木 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山河大地 还有这些草木啊 花草树木 它是怎么形成 就是地水火风 交互的作用 以示因缘 世界相续 以上呢 这是整个 佛陀在讲 世界是怎么来的 基本上就是 由一念不觉 就是信觉必明 的这个多此一举 那多此一举之后 就成了妄觉 有了妄 就有能 有所 能所相对待 就开始呢 产生了城牢 升起了世界 种种的相貌 以上呢 就是我们在解释 世界相续 看看大家 什么要分享 或者是要提问 感恩敬回法师慈悲开示 那我们这一组呢 有那个法格师兄 要继续分享 亮慧师兄呢 要请教师傅 那我们首先请我们的科学人 法格师兄来分享 从宇宙的起源 星球的诞生 跟楞严金 有什么相同之处 那我们首先请 法格师兄来分享 是 阿弥陀佛 我是法格 简报帮我放下 谢谢 那师父好 各位师兄好 那我今天 法格要来科普一下 来看看经文 在告诉我们世界的诞生 跟我们爸爸妈妈 用科学故事 来跟大家讲 这个世界的诞生 它的差异点在哪里 跟相同点在哪里 那我们昨天有讲到 科学家认为 宇宙的诞生 是从一个奇异点 突然爆炸之后 然后就产生各个的粉尘 凝聚成星球 那他主要的推论呢 是说 星球它物质 它有万有引力 大的物质 大到星球 它会吸收其他的尘埃 然后一直变大 一直变大 变大到最后的时候 它会坍缩 坍缩很可能变成是没有体积 它的重量很重 体积很小 甚至于形成空的东西 是黑洞 那以这个角度 去推测的时候呢 又发现到星球 不断的远离 不断的远离 所以认为宇宙的起点是 在一个混沌状况下 有一个奇异点 突然的它就发生一个爆炸 所有的物质往外 扩张一段的扩张膨胀 这是科学家得到的一个 认为宇宙的起点 就把这个故事流传下来 当然最近有2.0的 2.0是说 又找到了证据是说 如果说是一起爆炸出去的话 那它的背景光线 应该不会一样 但是呢 我们观察天文 工具进步了之后 它的背景竟然又一样 那我们从数学的角度 去推算它的角度 应该会不一样 但是又发觉到 它其实有一定的规律 所以有新的2.0的爆炸原理 又称为膨胀的一个原理 它是说像发面团一样 它先发了一个面团 所有的物质稳定了之后 再开始不断的往外扩张爆炸 那这是宇宙形成 但是并没有讲 为什么从没有到有的这一段事情 那这边呢 经文里面提的是风大 那跟我们科学所提的说 这个爆炸之后 所有的物质因为有重量 所以它会彼此吸引 万有引力的关系 所以它就会彼此吸引 就开始两相对待 然后拉扯 拉扯久了 好几个来的之后 它就会开始晃动转动 转动之后呢 它会大的聚集 小的破碎 不断的聚集之后 那慢慢形成一个星团 星团慢慢稳定下来 就变成一个银河系 甚至于是一个太阳系的这个部分 所以风大是指我们这个 万有引力不断的万物 会聚集在一起下夜 那我们发现到它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 像太阳系我们这件事来讲 太阳它的质量很大 不断的燃烧 不断的吸引其他的东西 那所有的粉层气体被它吸收在一起 甚至于外面的陨池进来 它吸收在一起的时候 慢慢一直坍缩坍缩 是因为引力的关系 因为惯性的关系 所以像左边的土 它开始不断的吸收吸收 吸收之后一直坍缩 一直压扁 然后固定到几个轨道 也就是说以太阳为中心 它会有分做九个轨道 各个轨道上面有形塑的一团一团 慢慢就形成所谓的星球 因为它已经冷却下来 凝聚下来了 来看星球的话 它星球凝聚的时候 它其实也是不断的物件撞击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温度升高 本来是金属 本来是物质 它变成一个团块 就是像岩浆的这个部分 那星球成为岩浆之后 它慢慢的冷却下来 冷却下来的时候 不管它是受到外面的东西撞击 还是它自己本身的融合 那其他温度都不断的升高 不断的在流动 那表面开始降温之后 它就变成星球的地壳 以地球来讲 它的表面慢慢冷却 所以它地心可能我们还猜测 它是一个岩浆 但是表面慢慢冷却下来 它就变成地壳 那刚刚讲地心是岩浆 地壳冷却了 冷却了之后呢 科学家还没有办法去证明说 为什么会有水这件事情产生 水到底是自己产生的 还是外面某个彗星带来的东西 但是H2O这件事 H4本身氢气氦气 是早期诞生的时候就聚集在一起的 那科学家认为是可能是外来的 外来的陨石带来了里面的水气 所以跟地球合在一起的时候 又因为岩浆不断的烧它 这个水开始被释放到地壳表面 形成一个所谓的大气层 然后呢 地壳的部分也开始有凹凸不同的地方 热的部分会往上 冷的部分会往下 这个水气的部分就开始凝结 往低洼的地方聚集 就会变成是所谓的大海 那比较高的地方呢 它是变成所谓的高山 那当然这里面地壳还是岩浆 它很可能因为地壳 它的热不断的蒸发 不断的没地方出来的时候 它会透过地壳某些脆弱的部分 自己压上来 变成是所谓的凸起来的高山 然后火山甚至会喷发出来 那这些岩浆呢 它在变化过程里面 它也会结合成各种的金属 跟所谓的物质 那有些金属会比较重 它就会沉到地心去 比较轻的 它就冒到表面来 甚至于会把水气 从地底蒸发出来 到地表这个部分 所以呢火大是指 那个地球核心 开始表面坚固了 它就有所谓的金 那等到这个金外面 水气被排到外面 就有三合这个的产生 那请下一页 那大气层也形成了 三合也形成了 那这边就会发学到 除了自然科学 对物质跟环境的 这些介绍之外 在人文科学的部分 有很多的哲理 很多的学派会去介绍 所谓的两仪阴阳的变化 然后阴阳生 两仪生四项 四项生八卦 甚至于东方会有所谓的 五行相生相克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会发觉到 刚刚有讲热 刚刚有讲水 那这个如果说水这个部分 地底的热岩浆喷出来 它就变成高山 那这个高深冷却之后呢 我们发觉到石头 它的相撞击 它一样会变成火花 会产生火的这个特性 那如果说你让它不断的加温 它会融化 甚至于变成会流动 像水一样的流动 那如果说地表的土壤的这个部分 它没有很坚固很硬 它甚至于里面有所谓的水气 它会表面被抽离出来 金属物质被抽离出来 长出植物来 这个就是草根木 草根木生出来 五行的这个相生相克 草木生出来之后呢 我们发觉到这个木头呢 它其实温度增加 它就会被火烧成所谓的灰 就会变成所谓的土 那如果说你往回推前面 你去把木头搅 也就是说把它炸 它会炸出所谓的汁 或者是水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会看得到在 整个地球的地表 水的循环 它是从大海中间被阳光照了 地壳里面的热 所以水气往上升 但是因为大气层保护着 保护着整个地球 所以水气飘不到外面 它就会慢慢的形成云 飘到高山 温度降低之后 又从山上降下雨水来 雨水又从山上切割路线 变成河川流回最低的大海里面 然后又必须 又继续的被蒸花 一直循环在这里 那当然这里面就有所谓的 土的产生 木的产生 那火跟水 也在这里面不断的变化 金就是兼顾下来的这些 那请下一页 所以我们科普讲的 这个世界成型的故事是 自然科学跟人文科学 那把它形作成 一些大家认知的知识体系 然后传递给我们的子孙 了解这个世界 它到底是从哪里产生的 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学说 那也有很多的生命 因为我们是世代的相传 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小朋友 这个知识体系 世界从哪里来 透过知识的力量 可以帮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好 但是这些像的变化 甚至于我们一代传一段的 这些知识的相传 它就是变成是 我们一个人类 生命不断传承里面 所以我们看得到 整个世界的诞生 从混沌不明 一直产生各种的变化 有各种的不同 各种不同之后会融合 又产生另外的一个循环 那这些的循环 就是造成我们整个世界 非常的丰富 但是也非常非常的复杂 让我们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 常常就是多了很多的想象 多了很多的忘心 而忘了我们自己本来 原来最重要的使命 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那这个是从科普的角度来讲 世界不断的循环 那跟经文上面 所在介绍的这个四大跟四区 其实有相同的地方 原来几千年前 到最近的科技的发展 他们的理念 其实是有相合的部分 也有相义的部分 以上是今天科普介绍给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 谢谢 请问一下格子 法哥请问那个四区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山海 还有木头跟土 山海木头跟 水路山木 水木山木 好 懂了 很有趣 好 最后谢谢法哥 这个研究的非常的透彻 那有很多很有趣的现象 那我们来最后呢 那个亮慧有一个问题是吗 我们今天经文有讲到世界相续 然后杰明空妹 相待成咬而宇宙之初 是不是没有众生呢 那宇宙之初 到底是谁来取这个杰明空妹 相待成咬而产生世界呢 原本以为是只有友情众生 会有绝会声望 而无情的山河大地 也能够相互惠媚 而摇出世界来吗 讲着讲着 就又好像是鸡身蛋 蛋生鸡 那是鸡身蛋呢 还是蛋生鸡呢 而世界相续就好比生命相续 而宇宙之初 我又在哪里呢 未曾生我 谁是我 生我之死 我是谁 那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有能有所就有望 那杰明空妹相待成咬 世界就这么被咬出来了 甚至众生也有可能是这样被咬出来的 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修行 正入了手刃眼的大定宗 我们就能够像佛陀一样 在定宗就能够观到世界的起源 不随之成咬 所以好像真的要好好认真修行禅定 开启本世剧组的智慧 然后讲到修行呢 就有事修就问了 那了解这些地水火空自然科学 跟我们修行有什么关系呢 以上是第五组的讨论跟提问 请师父准备开示 阿弥陀佛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我们要好好的参救一下 为什么摇一摇摇成这个样子 到底谁在摇 非常好的一个 非常好的问题 那我们明天后面还有众生相续 还有业果相续 我们全部都相续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到底是谁在始作俑者 好谢谢今天第五组非常精彩的讨论